2018年中德艺术家大连欢演出 现场于昆社中心往哈尔滨9月7日点 记者王林 2018年中德艺术家大连欢 于6日晚在哈尔滨举行 主持人董卿以及中方演员凤凰传奇 李克勤 刘凯威 腾格尔等到场 助阵俄罗斯空正歌舞团 全团空降 献上多个精彩节目 养殖主持人登台于昆社 作为中国研编大省 黑龙将因瓶临俄罗斯 而呈现出中俄文化艺术交融的地域特色 位于省会哈尔滨的福尔加庄园 是一座以俄罗斯文化为主题的园林 中俄两国表演者在此欢聚 展现东西方文化交融魅力 中国歌唱组和凤凰传奇演唱 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渔婚社2018年 中俄艺术家大联婚的演出场地 首次来到室外 取景于福尔加庄园 当晚依山傍水的查理金诺 城堡前灯火辉煌 高大辉红的门洞作为背景 美轮美奂的水面作为舞台 使用激光投影等现代化手段 制作楼梯秀 极富视觉冲击力 身处华美服饰的中俄艺术家 身处其中 以格会友 以舞传情 向世界弘扬两国携手的传统友谊 展示两国艺术交流的崭新成果 中国歌手刘凯飞演唱 征服于昆社演出 由中央电视台的董卿 张泽群 马凡叔和向中南连妹主持 并在中国南高音歌唱家 莫华伦 与俄罗斯空正歌舞团 女歌手合作演唱 在俄罗斯传统名歌卡林卡 中拉开帷幕 随后 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土耳其进行曲 等俄罗斯歌曲轮番上演 中方演员凤凰传奇 李克勤 刘凯飞和献上的 感到幸福 你就拍拍手 同日 征服等法语歌坛的流行经典 中俄艺术家 联媚献上表演 对于昆社 作为全场两点 始创于1973年的 俄罗斯空正歌舞团 全团参加了此次演出 该团是俄罗斯国家级军队文艺团体 所有演员均为现役军人 此次派出了乐团 独唱演员 合唱演员 舞蹈演员 约70名艺术家参与 作为压轴节目 俄罗斯空正歌舞团的 合唱演员们 与中国歌唱家 张也共同演绎 经典歌曲难忘今销 将本场演出带上最高炒环